急証室 急証室的人都知道要準備好 他亦都沒有去根據報道去其他公平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面 其實在信息方面和準備方面 是比十七年做得好 尤其訊息 現在的國際網絡 尤其是所謂壓力是這麼好 做得這個消息盤是這麼快 唯一我想強負一點 就是希望大家對官方尤其是尊嚴的醫療 那方面的消息會被關注 因為其他我不敢說是假消息也會被關注 但有些可能會被關注